大家好,我是李医生 那糖尿病性的骨质疏松呢 因为它不容易被察觉 所以呢被称为隐匿型的杀手 如果患有骨质疏松的人 在得了糖尿病的时候呢 会大大的加速了骨质疏松 出现症状的一个时间 或者增加发生脆性骨质的几率 那糖尿病炼上骨质疏松啊 其实有几个理由的 首先呢排泄增加 引发了骨质的流失 糖尿病除了存在糖脂代谢紊乱之外呢 也会引起钙流失和骨代谢异常 消渴小便繁多 隐隐一抖小便一抖 正式描述了这一现象 大量的钙磷随着尿液排出体外 这个时候呢 如果缺乏必要的钙剂补充 就会造成副钙平衡 为了保证生理功能的一个正常发挥 机体呢就会动用骨酷的一个钙 来维持体内的离子钙平衡 929质呢骨钙亏空 骨质脱钙 最终呢导致了骨质疏松 其次呢钙吸收不足 导致了骨的合成减少 糖尿呢体内的这个活性维生素D的水平 往往是偏低的 这会影响钙磷这种矿物质 在肠道的吸收 另外呢胰岛素缺乏 也会影响骨合成 糖尿病患者呢 都会存在胰岛素绝对或者相对缺乏 而胰岛素缺乏呢 打破了骨形成和骨吸收的平衡 那一型糖尿病患者呢 为胰岛素绝对缺乏 骨密度减低 二型患者呢是胰岛素相对缺乏 胰岛素敏感性下降 影响蛋白质的正常代谢 那骨机制合成减少 骨量可能不低 但是呢骨强度会下降 所以呢糖尿病患者的骨质疏松的风险是增加的 同时呢部分的降糖药是有具有骨骼的一个副作用 研究证明呢 再做完同类的降糖药 它可以让骨髓当中的脂肪细胞增多 成骨细胞数量减少 骨形成的下降 那以上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呢 最终导致了糖尿病患者 骨机制减少 骨小量破坏 骨密度降低 成为了骨质疏松症的一个高危人群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关注我 了解更多健康知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